国际狮子会300B2区慈祥狮子会 6日在新北市英哥区家福中心举办 守护学习点亮未来活动 捐赠给家福中心笔记型电脑 投影机以及台灯等物资 慈祥狮子会会长苏丽雪表示 因为疫情的关系数位学习变得相当重要 便捐赠物资给英哥家福中心 来帮忙在地需要帮忙的学童 藉由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我们数位的教学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家福中心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捐赠 他们的需求来做一个捐赠 然后也让更多我们在地的小朋友 需要帮忙的需要协助的 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慷慨解狼来帮忙我们家福中心 做需要的小朋友 还有每一个需要的家庭 我们来做一个更扩大的服务 那另外就是说重点 虽然我们慈祥狮子会 是一个女会 可是我们的力量非常强的 只要是需要帮忙的 我们绝对有慈祥狮子会 慈祥狮子会执行长徐淑珍表示 家福中心长期照护弱势家庭 狮子会也秉择敬佩的精神 进行这次的捐赠活动 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是的没有错 因为我们家福中心长期 都是在做这个 在这个弱势的小朋友 这个弱势家庭 做一个服务 然后我们也慈祥狮子会 我们的会长 今年的会长 孰立学会长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师姐 也感念家福中心 这么用心的为我们这些 弱势的孩子 在直接协助 所以我们也抛砖引玉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落实的服务 新北市家福中心主任 林梦平表示 非常感谢慈祥狮子会的捐赠 由于家福中心 平常有设计客服方案 寒假期间也有办理 安清班的服务 本次捐赠的设备都相当符合 家福中心的需求 对孩子们在教育方面的品质 也有相当显著的提升 今天非常谢谢慈祥狮子会 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源 注入在我们 英哥家福这边 那他们今天送来这些设备 刚好符合 我们家福中心长期以来 希望提升我们孩子 在教育这部分的一个 能力上面的一些设备 那不管是这个护眼的台灯 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孩子的眼睛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弱势的家庭 他们提升他们的能力 最重要就是要来自于学习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家福中心平常时 我们有设计一些客服的方案 那我们在寒假期间呢 有所谓的安清班会在这边举行 这样的设备呢 刚好符合 我们可以运用一些数位上面的教材 让我们孩子能够得到一个最好的学习 林梦萍表示 新北家福中心目前援助3000多位学童 2000多户家庭 家福中心提供物资 财物学习方面的资源 希望孩子们不要因为家庭因素 而限缩了他们的发展 苏立学院呼吁 英哥与三峡愿意帮助弱势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家福中心 播种更大的福田 记者已根基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